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八指的是什么 王八是甲鱼的统称 一开始是用来形容鳖还有甲鱼的 但是后来发现乌龟的腹甲上的纹理 中间有一个王字 前后也有两个八字 后来王八就变成了龟还有鳖的统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乌龟的眼睛 乌龟的眼睛大小其实跟绿豆很相似的 眼睛的外圈也是绿色 所以他们都说乌龟的眼睛跟绿豆长得一模一样 那如果你把绿豆放在乌龟的眼睛前面 它就只有斗眼的选择什么意思呢 就是会看啥了 看呆了 后来看得眼睛都不会动 那就是看上了的意思 后来就用王八看绿豆比喻一对恋人 互相看得顺眼来电或者是趣味相投呢 那两个性质类似性格不太好的人 相互看得顺眼进而交好起来了 大家带一点贬义哦 那这个例句到底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两个人一个孤僻一个古怪 没有想到彼此一见面 真的是王八看绿豆 对眼嘛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月点 有什么新闻 是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Jan 秦文丁 那非常有趣哦 其实刚才就有提到 如果大家真的有发现的话 这个乌龟的眼睛 的确真的好像有点像绿豆 那我就在想要按骨贵的话 如果是想要放那个眼睛的话 也可以放绿豆咯 好了 开玩笑 我们还是进入正题 马上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 那如果是你有顾请到一些熟练的 外籍人才这个的话呢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外籍人才的呢 其实在申请准证呢 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呢 将会调涨了 那这个申请费呢将会调涨至253% 还是真的挺高的 是 真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之前的价钱 是好像只有300令吉左右 对 没错 但是调整之后呢 新的价格包括的GST 是1000令吉以上的 是 那从这个调涨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呢 将会更新到100060令吉 那另外呢 其实他的家属 也会有这个比较调涨呢 就是如果他的申请 要带家属一起来的话呢 其实从之前的70令吉呢 会调涨到就是530令吉 总的来说 其实他这个调涨的幅度 有超过200%之多 没错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长期社交探访的准证 同样的在之前是70令吉 但是6月1号开始呢 新的价格就是530令吉之多了 是 包括呢 你知道年龄超过18岁 或者是25岁啊 亲生领养的妓子啊 父母啊 岳父岳母啊 都是一样都会有这个调涨的 没错 没错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再来看 专业外籍人才的准证就是PVP呢 也会从这个之前的300令吉呢 然后调涨到就1,060令吉的 那PVP还有什么呢 但是可以有可以免费的 没错 到底是什么情况底下呢 转让认可也就是TOE 或者是取消通行证的呢 都是免费入境的 是 又或者你的职位呢 可能是受邀的一些讲师 或者是特约的教授 客座教授以及这个访客讲师 也是可以豁免这个的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 在马的这个外籍专业人数比例 到底有什么了 占最多的在我国是中国排名第一 那他们在马来西亚占了大概25%的人数 是 那排名第二呢就是这个印度 就是15% 另外呢第三是日本有9% 印尼以及英国呢分别就是7%和6%了 没错 那另外这里我们看到打猩猩的 就是美国 我们的英国以及法国的朋友呢 其实在我们的马来西亚是 属于没有的 非常少数的 再来看的是外籍专财服务的领域 有哪些占最高比例的呢 是这个26%的制造业 对 再来我们有服务业 然后还有零售批发 以及建筑 还有油漆业 那教育业其实没有一个数据 但是看到比例其实蛮大的 对 所以反而你看到我们的教育业 比如说那种专业的 授药的奖势 是可以豁免的 反而在这个教育业是 这样子 目前看是零八千 所以大家可以往这个教育业里头去发展 这样子就可以豁免了 没错 就是进来 那如果有更多想要询问 关于这个申请批准你的这个 Visa或者是PVP的话呢 可以联络这个号码 03-78-39-7171 或者是电邮到 helpdesk at myexperts.com.my 是的 没错 在刚才Pauline开始的时候 就跟我们提到 今天的大主题将会提到这个绿豆 没错 那我们真的是知道绿豆 就以前小时候妈妈常会说 就是你可能来越试的时候 不可以喝绿豆 因为好像特别寒凉 是 那是不是因为它的寒凉 就可以解百毒呢 我们还是静静今天的大主题吧 绿豆又名青小豆 营养成分极为丰富 是属于经济价值和营养价值较高的一种豆类 中医认为绿豆能帮助体内毒物的排泄 促进机体的正常代谢 因此能帮助解九毒 千毒 单食毒等 除了能解百毒 绿豆更是消暑胜品 一旦感到身体上火时 人们都会熬制绿豆汤 甚至是把绿豆汤当作水来喝 不过绿豆汤如果喝多了 可是会让身体承受不了 除了绿豆 不起眼的绿豆皮 也是有大大的药用价值 今天就让中医来告诉您 这小小颗的绿豆到底有多大的好处吧 是的 在这里要问一下Pauline 其实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一定会选喝绿豆汤 绿豆吗 当妈妈说发热气的时候 真的 或者是要中暑的时候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绿豆的 基本概念就是它是比较寒性的 然后就可以去热的 是 我记得之前 前几年有一个流行 就是流感在马来西亚盛行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在疯传说喝绿豆可以预防 是 而且据说绿豆也可以结百多 所以我们好像还是要问问我们的专业人 马上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医学博士 黄医师 黄医师 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我们说这个绿豆解百毒 那其实这个百毒所谓的 是不是什么毒都可以解呢 百毒在古代方面就是很少钢物有些的 李时珍说我们食物中的毒 或者可能农药的毒 还有一些比较好像药物的毒 我们都可以解 在现代的 浅白地说 可能是在食物中的添加物 里面的我们的色素 我们都可以把它一一地解毒 看来它真的是一个很万能的一个食品 对 刚才也可以有提到 可能如果是我们今天多吃了一些 加工食品的话 因为食物中也是可以解 那吃了很多这种加工食品 那是不是我喝了一碗绿豆汤 就可以解掉这种毒呢 对 因为它解这个肠道里面的毒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 对 那有没有说要喝多长时间 多少量才是一碗其实就可以了 可能是间中是一天 大概是可以喝三碗 三碗 就真的可以解了 好 那对于这个绿豆呢 其实我们观众朋友也有一个问题 那这个尾号就是8838 它的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绿豆很好 可以解百毒 那红豆呢 因为通常绿豆跟红豆 都会联想在一块的 红豆的那个作用就是什么 红豆在古代在中医经典是叫做测小豆 它是我们入心经 它是会补我们的心气 而绿豆方面是解百毒 它是清热为主 好 如果你要补 你就 所以你性朋友可能可以选择红豆 当夜市来的时候这个是红豆 而不是绿豆 好 所以绿豆和红豆 这个要分清楚 它们的功效都是截然不同的 不一样 对 一个是补心器 好 那我们今天要 对 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绿豆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绿豆的一些 主要的功效跟作用 对我们人体有什么 主要的一些作用 主要的作用它可以复干 复干 对 它里面它有一个黄铜的酵素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自身免疫 在古代说它们叫做安五脏 怎么叫安五脏呢 我们的五脏六腑 它可以做一个调节的方面 好 所以就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 自身免疫 而且我们的经历 如果我们觉得今天很累 对 喝一碗的绿豆粥 会补充我们的体力 好 消除疲劳 包括我们的心情 如果是很烦躁的话 喝一碗绿豆汤也可以帮助我 解掉你的郁闷 所谓的现代人就是因为太老累了吧 我知道 肝活太旺盛了 虚果旺 然后它又可以护肝 对 原理是这样的 护肝解毒 还可以消水肿对不对 对 它沥水的功能也是蛮强的 好 那我们在这里也有看到一个 就是它可以清肝养胃 它也可以 因为通常我们说比较寒凉的 可能就对于养胃比较 为什么它可以养胃呢 因为它有膳食的圈围 可以帮我们的肠蠕动 还有其他的维生素B1 B2 它把我们的肠道照顾得好 对 但是我还想问一下 解皮肤疼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可能有一些有痘痘问题的朋友 B1 B2 都可以用 痘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 睡得很夜 对 工作很劳累 对 所以就连长的痘痘 当我们清肠解毒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就好了 就看得比较亮丽了 光鲜了 对 那可能有时候上火了还是什么 也是会冒出一些痘痘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其实一碗的绿豆里头 就是绿豆它的那个营养含量 又有什么呢 它光是这个绿豆 你看一下 它有蛋白质 它有那个黄 最值得我们提醒的 就是黄铜素 黄铜素 好 这个黄铜素是什么 它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好 当我们很 现代人是很熬夜 对 一直熬夜 对 我们干火就是一望的上升 对 没错 所以就每个人就 我干火旺 我口干 舌燥 是 对 这个黄铜素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也排毒的一个疗效 好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观众问题 对 他的手机尾号是0120的 他想问说 绿豆的蛋白质跟肉类相比的话 哪一个会比较优质 还有容易被身体吸收 因为绿豆是一个植物蛋白吧 是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是容易吸收 肉类是比较那个 它的可能是细胞会比较粗大一点 我们的吸收能力会比较相对 会比较降低 好 所以其实还是绿豆蛋白质更加的优质 对 人体容易吸收 了解 好 那我们如果是说这个绿豆适合的人群 有哪一些呢 就是怎么样的人群 他比较适合饮用这个绿豆 容易上火 有些人是比较容易失眠 那些全部 体质比较虚弱的人也是可以 因为它的蛋白质 可以我们身体吸收和消化 虚弱的也可以 不关它很痕的关系 只是脾胃的虚弱就不吸收了 这个还是有分别的 对 好像羊虚的 有些我们需要这个体力吧 这些它的营养素质是比较高的 好 那再来看有这个红眼病者 红眼也可以治好吗 对 因为干住眼 对 眼睛是属于肝管的吧 当我们睡不好的时候 我们眼睛有时候是看得比较 尤其现在的一个通用的病 手机 手机 对 看到是 Facebook是看到几点的 对 对 所以有时候看到眼睛 都看得非稳症有些就不 所以我们是来降火 给它清眼部 好 了解 三高的患者也会非常坚异的对 对 因为它有一个清血的功能 清血 我们降低我们血脂跟胆固醇 医师 我想问一下 这个腮腺炎是我们知道的 腮腺炎吗 腮腺炎是我们的叫猪头皮 就是有点腮腺炎 对 它是整个发热 热气的 这是属于我们这淋巴的位置 淋巴的位置 脏状腺炎 对 所以这些患者都可以用绿豆 来帮他们清掉这些肤 对 中医说腮腺炎是热 热毒吧 这样是属于一个毒性 好 就可以解掉这个毒 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 可能是一个手阻塞还是发热气 了解 太好了 那如果是不可以饮用太多绿豆的人群 有哪一些呢 孕妇可以喝吗 孕妇是可以喝 可是如果她脾胃 时常呕吐的 就可能要适合儿子了 好 当如果你已经有夜市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虚弱 当夜市来的时候人是比较虚弱的 难怪妈妈跟我们说 夜市不可以喝绿豆 真的是对的 对 要喝红豆 所以它的效果会比较不一样 越喝就越虚了 了解 若是常年腹泻者也是不适合的 还有肠胃不佳者 都是关系到我们的肠胃 对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又说可以养胃 对 养胃 这个又说肠胃不好又不可以喝 因为它不能够消化吸收 它的壳 它的绿豆壳 可能是我们是比较难消化吸收 好 如果一般的肠胃的肠胃 还可以的 它可以消化吸收 可以补 它还吸收那个营养素质 还有看到的是服用中药的朋友们 都不建议同时间饮用绿豆 对 因为绿豆是解百毒吧 我们把这个中药或者西药 是准备在一个毒性吧 它会把它清出来 从我们的粪便排出来 那这个作用会不会像 好像白萝卜这样 我们说喝中药也不会吃那个白萝卜 白萝卜只是针对性这个人参 生类 所以它会把它消去 吃了等于没吃 所以就在我们就不用炖到一些 人参 黑鸡 我们喝了过后又喝白萝卜 就没有用了 那没有疗效了 那如果是绿豆呢 绿豆我们就是 当我们服中药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就不吃了 它是所有药物它都解 好 了解 就不只是人参 所有都解 对 所有的 好 了解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关于绿豆的 我们还有很多人都要继续地来聊 不过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是有些食物呢 你多吃了可能也会中毒的了 马上来看看吧 多吃会中毒的食物 爆米花 爆米花是蓬化了的玉米粒 但是因为含有很高的铅成分 因此不能多吃 一旦铅进入了人体 就会破坏神经 血液 消化系统和造血作用 儿童的排毒系统还没有发育完成 就经常吃爆米花的话 可能会导致慢性牵中毒 而慢性牵中毒的病症是 人会变得没有食欲 经常腹泻 感到烦躁 牙肉发子 发育不正常等等 葵花籽 葵花籽是向热葵的果实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但是如果吃太多的葵花籽 人体就会需要消化大量的维他命B 以消化这些不饱和脂肪酸 然而过多的维他命B 确实会导致肝脏细胞的运作受挫 或者是脱水的因素 农茶 根据分析 茶叶中含有2%至5%咖啡因 因此农茶中的咖啡因含量 相对而言会更加高 过量的咖啡因可导致神经过度兴奋 引起失眠 同时还可以引起心跳过快 对患有心动过速 早博和防颤的惯性病患者不利 此外 农茶中所含柔酸也很高 柔酸可以和食物中的蛋白质 维生素 铁离子结合 使这些营养素不能正常的被吸收 并造成营养素缺乏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我们今天在探讨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豆绿豆了 那我们知道绿豆呢可以清百毒 刚刚呢也已经提了一下 什么人适合吃绿豆 什么人呢就是尽量不要病 就是要避免吃绿豆 那接着下来我们要再看的是 绿豆它真正的药用价值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 那王医师 其实我们看绿豆 它除了这个绿豆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绿豆皮 然后还有那个绿豆芽 是不是每一个地方的部位 它的药用价值都不一样了 对 它绿豆整个最主要它的皮 是给解毒的功能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它的肉是对我们的皮味会比较好一点 它的皮就是解毒 好 对肝脏 对肝脏是它的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非常好 好 所以绿豆的话 它基本上是可以补助我们的这个胃精 对不对 好 那皮的话就是肝精 绿豆芽的话也是入胃精 对 绿豆芽是入 因为它可以我们的大肠的蠕动 它会加强 它是可以加分的 所以是可以防这些便秘 老人便秘 小孩子便秘 这绿豆芽是很棒的 是很有帮助 对 那刚才只可以护肝的话 就是这个黄铜类 对不对 那这个是属于在绿豆皮 绿豆皮 对 它解毒的功能是最好的 在皮 所以煮绿豆的时候 不要把皮那些全部都丢掉了 不要 一定要整颗大肠的蛋糕一起吃 它叫做清热解毒吧 了解 所以它的作用是在那里 对 但是如果是有一些肠胃不好的 是不是这个皮就不要吃太多 皮就可能要蒸那个水 就可能要蒸得比较长的时间 久一点 如果皮就可能要稍微地 要拿去掉一些 好 了解 所以不同的那个吃法 因为它的功效都不一样 对 好 那现在我们逐一来了解一下 就是它们个别的功效 对 我们先说这个绿豆 这个豆它的功效是什么 它的功效是清热解毒一族 好 这绿豆皮是它解毒一族 清热 对 解暑 解暑 还可以解毒 沥水 对 沥水 对 就好像可能我们觉得有水肿的话 也可以吃这个绿豆 对 可以消水肿 它的豆 那绿豆皮 对 绿豆皮呢 它是治疗我们肝火旺的鱼族 所以有时候粒籍 我们蟹蟹就是排便 就是比较水壮的 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些粒豆皮 这两者有什么分别 粒籍就是我们好像是病菌的感染 食物中毒 对 食物中毒 不停地在蟹 对 它大量的蟹蟹 那叫做不一样的 好 了解 然后蟹蟹就是长时间 可能你排便的时候 是比较水壮的 比较水壮 比较稀烂的那种 好 有些叫做 湿热 湿热 对 湿热就是蟹蟹 它的腹蟹这样子的 所以湿热是可以喝绿豆 对 然后也可以帮助 那木仪 我们刚才有看到的是 一个跟眼睛有关的疾病是吗 对 眼睛有关的疾病 有些是眼红 红眼症 有些是早期的排内障 我们的眼睛就可能是看得 比较模糊一点点 有时候肥蚊在肥 肥蚊在肥蚊 这就是我们中医 肝 肺木医 眼睛 所以我们这是有息息相关的 肝火就是伤眼 对 伤火 眼睛 是 了解 那牙的部分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可以防止这些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跟我们的肠道 我们的肠蠕动会加分的 好 还可以分解致癌的物质 亚硝胺 对 因为它可以抑制防癌 就是直肠癌的发生 所以我们长期的蠕动 我们有排泄 我们没有便秘 我们的肠道就很健康 这就是它的功效是很独特的 了解 就只有在绿豆芽才找得到 对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最近就看到很多 无根的这个豆芽 对 就是那种比较肥大 然后比较白 然后看起来很肥美的那种 是 无根豆芽 对 因为绿豆芽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非常高 所以现在有些比较商业化 商家就是大量的吗 大量的高 大量的繁殖 所以就是它这个无根豆芽 就是它会有很多添加剂 好 让它看起来更加地漂亮 更加饱满 很粗大 比较长 可是它没有虚 好 没有虚 它却不长根 所以它的 它可能会长得很长 好 它可以长到15到20厘米 对 而且它白 却不生根 对 它会应用一些漂白剂吧 漂白剂 无根素 中粗剂 还有喷这个尿素 对 那如果是长期吃的话 会怎么样呢 应该不太好吧 长期就是可能会激发我们的癌细胞 对 对 激发我们的癌细胞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能 因为它的大量的 迅速地增大那个细胞 所以可能我们会变得很畸形 细胞早熟 对 所以我们知道说绿豆芽它可以帮助 清掉这个致癌的物质 但是无根豆芽吃多了 反而可能会导致癌症 会致癌 就是因为它发芽过程的一些添加剂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观众朋友 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然后它的尾号是5424 它是说 怎么区分绿豆芽和黄豆芽 其实哪一个更加好呢 这个绿豆芽它的芽上面是绿色的 黄豆芽是可能比较偏黄 黄色的 对 绿豆芽它是比较偏瘦长的 黄豆芽是会比较饱满的 所以那哪一个比较好 营养价值的话 营养价值绿豆芽会比较好一点 绿豆芽会比较好 对 好 那口感的话就基本上 都差不多 看个人 对 个人喜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绿豆要跟什么样的食物搭配 会比较好 可以为它加分 又或者是什么样的食物 是尽量不要一起搭配食物的 可以搭配的是 可能是我们可以跟艺人 艺人 对 很常会看到 南瓜 南瓜是很饱 是保健的作用 对 还有一个 海带 海带对 海带是对女性是最好的 有些它们可能是 精气是有时候会很痛精的问题 如果加海带是会比较好一点 是因为补铁吗 是 因为海带是中医所谓的是 活血化医 把血块的代谢会比较好一点 好 当然有时候大米 小黄米这些很好的 再来这个莲藕和金银花 那金银花跟绿豆搭配的话 真的是可以 千毒都可以解了 对 所以 可以当有些什么沙沙还是什么样的 什么病毒 什么病毒 我们都可以 可以吃来预防一下对不对 对 预防一下对 好 那再来如果是不移搭配的话 又有哪些食物 鲤鱼 鲤鱼 鲤鱼还有这个肺子 肺子 对 什么是肺子 肺子是一个豆类吧 如果你这样的搭配 可能会腐蟹 会腐蟹 对 好 还有羊肉 羊肉是因为 羊肉是温补的 所以温补跟寒 感觉不是综合了吗 对 所以你是白吃了 对 好 了解 所以你看相鱼相克还是会有分别的 是 没错 好 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来看看 全身是饱的食物有哪些 全身是饱的食物 枸杞 传统中医学认为 枸杞具有滋肝 补肾 润肺 补虚 易经 明目 健骨 固髓等功效 如果经常喝枸杞茶 可防止糖尿病及病发症 另外枸杞液含有大量维生素 矿物质 甜菜碱和乳丁 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 起到降血糖 降血脂和降血压等作用 琵琶 琵琶是中国南方特有的珍稀水果 除了果实外 其花 叶都有不同的功效 琵琶花具有止咳下气 止吐膩 去焦热 润五脏和止头风等功效 保健作用非常显著 琵琶叶则是止咳的常用药 具有清肺止咳和胃降溺止咳的作用 除此之外 中医认为琵琶盒 胃苦性贫 有化痰止咳 酥干里气润肠之功效 虽说琵琶盒的应用广泛 但是不可务实琵琶盒 否则容易出现中毒现象 茄子 茄子不仅仅能降低胆固醇以及血压 同时也可以防止消化系统中恶性肿瘤生长 具有抗癌的功效 茄子也可以防止咳血以及坏血症 同时也能够辅助治疗痛风 除了茄子肉 茄子地和皮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 茄子地属于降火的良药 具有解毒去火以及清热的功效 同时也可以缓解肺热引起的咳嗽 茄子皮 这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维生素 类黄酮和果胶 能够强化心血管 保护眼睛 以及帮助皮肤抗氧化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个主题 跟绿豆有关 今天就已经谈到了绿豆的药用价值 它的营养价值作用等等的 那现在马上就要教大家做很简单的 两道绿豆汤菜肴了 是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绿豆皮 如果是可能一些肠胃不好的 就比较难吸收 让有没有一些可能的步骤 还是什么可以教我们 就是怎么样去去掉这个绿豆皮呢 所以一般绿豆就是可能要挣一个锅叶吧 挣了割叶的我们就比较容易清理 它的皮 可能我们放一个纱布 这样第二天 隔天的时候放一个纱布 这样慢慢地搓一搓 搓揉一下 去皮的步骤会比较快一点 这样子来轻轻揉 然后过后就把这个绿豆 再放入这个大碗里头 用这个流水式这样子 让这个皮留在碗里头 这样子 或者是你可以用手抓一把绿豆 然后在你的手掌轻轻地抖动 你就让绿豆掉下来 剩下的就是皮了 对 但是医师也有提到说 我们尽量不要把皮丢太多 因为它真正的清活价值是在绿豆皮 绿豆皮 对 那有建议说那个分量要大概多少 还是要轻掉多少才比较好吗 如果觉得自己体寒的 可能是要轻多一点的 对 但是如果真的要清热解毒 清热解毒好像大热天 我们就豆皮就要 可能要多一点的 好 就是要视情况而定 对 而就是看你喝这碗绿豆汤 它的那个功效 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 好像下雨天 我们就可能是要轻多一点的 它就比较寒冷了 还是有区别的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要如何挑选呢 如何挑选这个绿豆 绿豆芽 我们就是可能要选比较橙黄色的 然后比较细的 而不是粗大的 就不是那种肥大的那种 肥大的 对 可是它都没有不一样的味道 好 比较 如果它的长度是 就拿起来闻一下就没有异味的那种 没有药物的味道 对 它的长度是 可能5到6厘米长 好 那如果是比较略智的那种绿豆芽 它大概会呈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它的味道就比较不一样了 会呈现就比较有点异味 就可能枪皮的味道 枪皮的味道 好 甚至它的豆粒 可能还会有点发蓝的 发蓝 对 好 这是因为这种化学物质 对 偏教育 可能它会比较偏白 它白色的 对 看得每个就很好 看得很漂亮 真的 可是吃下去就不得了 所以现在其实 很多时候妈妈去买菜 在发厦 她买到的菜有那个 从咬过的痕迹 对 她那时候 特别开心 觉得没有荣耀 比较旨压 反而策定 已经我们要挑选 没有从咬过的菜 现在都要挑选有从咬过的 真的 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 既买不长虚的这个绿豆芽 对 我们要千万记住就是五根豆芽 对 所以我们要显示我们的这个 消费者的一个智慧 在购买方面 我们选择对我们身体 有健康的食物来使用 对 那绿豆芽它也有一定的 这个处理方式 对不对 我们要看一下绿豆芽 要怎么去清理 绿豆芽 绿豆芽也可以我们浸泡 把它去它的壳 有可以加醋清洗 加醋 加醋 为什么是醋呢 醋可以消毒 可以消毒 它的口感也会比较好一些些 好 甚至可以把这个豆芽泡水 然后再加盐 也是因为要洗净吗 要洗净 对 这个农药的毒性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盐的成分 来清洗过 好 那之后再把这个豆芽放入大碗内 加满水 让这个壳沉底 对 然后就把那个取出那个豆芽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炒 做一个料理了 好 是的 那现在我们终于是今天 已经为我们带来了 两碗汤在前面了 我们也要教大家怎么去准备这个 很简单 但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料理了 是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米绿豆粥 对 那这个材料就有 我们的材料就是这个艺人吧 艺人 就叫做这个 在市场上说是可以中国艺米 对 而不是西洋艺米 对 是比较大颗吗 比较大颗 比较大颗一点 了解 那再来我们还有绿豆 就是我们的主角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薄荷 薄荷 薄荷可以清头目 好像我们有时候人会上火 容易上火 薄荷是最好的 薄荷 然后还有可能没有办法看 这个冰糖 这个就是冰糖 可以调味的 冰糖跟嫩 对 跟嫩肺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突然有点口干 腌干 舌燥 腌干 舌燥 对 甚至是可能喉咙痛 都可以有很好的帮助 容易上火 对 那么看一下薄荷大概30克 对 薄荷60克 薄荷6克 还有冰糖20克 对 做法呢 做法是怎么样呢 薄荷 就把这个薄荷 对 水煎30分钟 去渣 取滞 备用 将这个绿豆再浸泡过 煮到半熟的时候 我们再加这个薄荷下去 好 好 过后已经被料的这个薄荷水 就再加入 这个冰糖是看自己的口味 最后的 更远口味 没错 没错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里 要取枝去渣备用呢 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渣全部放下去 整碗的就看到渣了 就看到美感就没有了 原来只是这样 我还以为有特别的功效 是 因为那边薄荷的叶子 也会在里头 对不对 好 好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子一碗 这一碗 对 这样子乍看之下 就是有满满这个薄荷 跟这个滤豆 是 然后没有看到薄荷叶了 所以美感上是加分的 对 所以豆豆的全部有吸入这个薄荷的汁 它的疗效是蛮高的 是 明白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要试吃了 那医师我们有提到说 还有什么人最适合喝这个甜品 算甜点吗 甜品 这是属于是微甜 要用的粥 要用的粥 有湿热 湿热下猪的人 好 因为我们艺人是最棒的 对 消失的 沥水 对 都很好 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因为它豆豆里面 有含着这个薄荷的味道 对 没错 而且很有头感 真的 你在吃的时候还可以咀嚼一下 非常好 好 那接下来这一道就是这个 绿豆杏仁汤 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有姜 有这个杏仁 绿豆 然后玫瑰花 对 玫瑰花 对 这个是什么 海带 这是海带 刚才说海带对于女性很好 对 然后这个是黄糖 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来一个综合呢 这个搭配就是我们的一个 可以活血化衣 好 这位女性朋友这个 玫瑰花 这玫瑰可以清香 对 芳香可以梳妆我们的那个肺 对 可以解衣 有一些女性就衣闷比较多 是 玫瑰对于我们女性 是我们女性的送品 OK 再来看如果是杏仁的话呢 其实杏仁就可以润肺了 对不对 对 OK 然后这个绿豆 又可以是清热解毒 是 那如果担心绿豆太凉的话 加点姜它就可以中和掉 对不对 那做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做法就是 这个姜跟这个海带 我们是先处理过 好 因为有些人是怕那个海带的味道 是太很腥 是 他们可能是 可能不喜欢那个味道 对 我们处理过了 后 我们就把这几份 就全部放在这个牙包里面 好 一起煮30分钟 煮一会儿 过后我们再加红糖 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了 然后很简单 一次过煮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也适合 非常适合女性 对不对 好 那其实我们在烹煮绿豆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些 特别注意事项要去了解的 比如说不可以用铁锅 原因是什么 铁锅它的可能是矿物质吧 可能煮 你煮出来的这个绿豆水 就可能变色了 变得比较暗色或者黑色 因为它的产生了一个化学 荒物质的化学 还有不可以加食用盐 食用盐 对 它会破坏它的维生素 你煮的等一下到一锅 这全部是黄色的 对 会变色也是的 对 然后也不要煮得太过烂 因为这样子所有的营养价值 就没有了 就流失了 那将来我们吃绿豆 其实也是有一些引记的 比如说可能就是不要每天喝 因为它太寒凉了 对吗 对 建议的用量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大概是两到三次吧 如果大这天我们可以加量 好 也不要空腹饮用 因为可能就是难消化 对 也当然一定不要过量 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过量了 对 我们都是适量的去饮用 适量的 然后再来也不要跟中药和细药一起混着吃 真的就是去掉它的那个药性了 它去掉药性了 这个药物就没有它的功效了 没有功效了 也是大家都一定要记得了 好 那接着下来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8864 看一下今天到底有什么新闻 娱乐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的 那今天的8864 当然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娱乐新闻之外 也有一些新电影的介绍 到底有哪几部呢 等一下告诉你 当然也会告诉你就是 这个韩国的女团AOA的这个名额 为什么会退团呢 等一下三点钟就会告诉你 不过我有问题要问 医师 红豆跟绿豆可以参加一起煮吗 好 来 医师有没有绿豆和红豆可以一起煮吗 可是它的药用都不一样 对不对 对 那会不会说就综合掉 因为红豆是补 绿豆是比较凉的 是 所以你综合掉的 它的功效就不会那么显著 了解 功效不会那么显著 可以吃口感而已 但是功效就是大大减低了 对 好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医师 谢谢你 感恩感恩 好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 生活小知识 对 生活小知识 马上来学学这个新的知识 就是原来绿豆它的药用非常地好 原来它还可以当一些 比方说特别的茶饮 是 就是这个绿豆咸薄荷茶 而且是咸的 特别 对不对 马上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就是我们的高级奖师 沈静妍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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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 老师好 观众好 好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材料有什么来绿豆 那今天我们所做的那个茶饮 通常我们是说用茶叶 对 来做一个日常生活所饮用的茶饮 但是今天我们做比较特别的 就是用绿豆来代替茶 变检茶 对 所以基本上主要的材料就是绿豆 就是绿豆了 对 然后 经验解毒 是 对 它的功效刚才已经是讲解过了 对 非常地好 对 所以我们还没有将它磨成 幼小的粉 我们其实是先需要做一些 干洗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清洗过 然后我本身比较喜欢它的味道 能溢出来就是说我会拿它去生草 生草 我拿去生草 好 过后我再加上这个咸薄荷 那么这个咸薄荷 并不是说我们将那个薄荷叶再加盐 而这个是已经是处理了的 处理了的 已经夹工处理了的 对 已经夹工处理了的咸薄荷 所以说我去药材店 对 就可以买到了吗 对 都可以买到了的 对 非常方便 那咸薄荷跟一般的薄荷 作用有没有不一样 对 要学现的 基本上我们说咸薄荷 因为它毕竟是已经加了盐 加了一些中药粉 然后它是对消炎 去热 去熟 都有很好的疗效 喉龙痛 应该很好吧 对 很好 所以它是已经有加了中药粉 对 那接着下来 所以有特别的药用 好 要怎么制作 首先先把绿豆 然后拿去磨成粉状 对 磨成粉状 然后再把这个咸薄荷 加进去一起搅拌 这个这样子再加入 对 这样子加入 对 我想问一下医师 这个磨那个绿豆的时候 一定要用搅拌机吗 或者是刚刚我听讲是说 是直接用那个雷的方式 因为搅拌机它可能搅得很粉 对 所以你假如进袋的话 它会就是没有办法在袋子里头 对 所以我就本身比较喜欢用雷 然后进袋的话 我看到它的颜色渗透出来 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样子 对 原来是这样 好 当然如果是你想要比较更粉状的 你可以用直接放搅拌机给它搅 对 然后就可以选择这种 比如说茶包的 茶包 这样都可以买得到 对吧 对 都可以买得到 好 这个 然后它终究有一个口 你就把这个粉末已经磨好的 就加入就可以了 对 很简单是不是 对 就是这样子而已 对 就可以当茶饮 大概多少克有没有 对 通常都是30克的绿豆粉 10克的咸薄荷 咸薄荷 对 那一个茶袋就一个人的喜好 一个人的喜好 可能要味道比较浓 浓 你就可能加多一些的绿豆 对 闻起来很有这个绿豆的清香 对 绿豆的清香 然后又有一点咸咸的薄荷味 对 害我很 挺特别的 真的 我现在非常期待 因为通常我们吃绿豆都是 喝绿豆甜汤 甜的 所以我们来一些比如说咸的绿豆茶 基本上比如说热天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 你会喜欢什么呢 比如说热天的时候 热天的时候 什么饮料你比较喜欢 冰 对 都是比如说 那种咸宅薰荷 对 因为它是咸的解热解熟 是 对 了解 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 我们在可能中暑的时候 你可以喝 马上就可以降火 对 中暑之前 你可以喝马来亚的天气 对 好 所以对于这个茶饮 我们马上再来温习一下它的制作过程 对于感冒也是很好 对 这个对于感冒也是很好 可以预防感冒了 都是可以预防感冒 因为它可以解百毒 绿豆是不是 对 但是有看到孕妇就要慎用 对 孕妇是需要慎用 因为它有薄荷 薄荷是活血的 所以我们尽量是说孕妇可以的话 就不要使用它 而且绿豆也是凉的 对 来越式的时候也是 尽量少 尽量避免 对 那制作过程怎么样呢 就拿一个茶壶 拿一个茶壶 茶包放入 加入再加入热水 是要被疼的水吗 对 就好像我们普通 用漆茶这样子去喝 对 好 加入沸糖的水 那这样子要给它焖多久 对 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 对 15到20分钟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之前就给它焖好了 对 对 那现在就直接可以饮用了是不是 对 好 那之后倒出来就可以饮用了 对 还可以反复使用 就是说倒它 觉得它味道没有那么浓了 这样茶包袋就可以丢去了 简单来说就是喝茶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很特别的是它就不是普通的茶 对 而是绿豆 有点像绿豆汤 但是它又不是汤 对 然后又加了这个咸薄 我觉得挺特别的 试一下 试一下味道怎么样 好奇妙 它很刺激我们的味蕾 因为它是咸咸的 真的 然后又有那个绿豆香 其实也挺特别的 还有一些有薄荷的味道 对 假如你在加入其他的原料 比如说芝麻 花生 甚至其他的菜 它就变成我们客家人的那个擂茶 对 对 也可以 所以以前小的时候 祖母她们都是说 你要发个气 甚至你不舒服 你喝一口擂茶吧 就可以喝这个 擂茶 咸薄荷 对 是的 非常棒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老师 谢谢沈老师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 好 那明天的课题 我们将会和大家谈到 现在春夏 那春夏的流行的发型是什么呢 明天记得守着我们火力加油站 或者你对于这个春夏的发型 有什么想要疑问的话 都可以发信息进来 018-3700-792 那如果想要重闻 我们火力加油站的内容的话 可以到Dundund上去观看 或者是明天早上 会在MTV7重播的 是 是早上六点 是六点重播 是 没错 那节目的最后呢 马上来有一些新的片子 介绍给大家来看看 我会来到CJ 哦 hello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It's like he chose you Things don't always turn out as we plan but sometimes the surprises are the best part Like a drum Baby don't stop beating There's a lot you don't know about that dog Like a drum My heart never stops beating For you For you Baby I'm not moving on I'll love you long I'll do you long For you I don't have all the answers You will never sleep alone But I know we end up Where we're meant to be But I know we end up Like a drum My heart never stops beating For you We're not nice women We're con artists I'm a baby by my pops And I'm making this money We take money from small minded men Stop that walk Damn it You let her get away Trashy dress You did it again He's the mark He's a tech millionaire I blind person here If this person were just screwed over Would you mind sir Sir Release the peasants She must mean the peasants Don't worry darling She's a terrible shot That was unexpected That was unexpected She's a terrible shot She's a great person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good You know I say They'll be back She's a great result But I know That's not bad I'll be lik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